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疑在众多的人大代表中 他是一位最著名的企业家明星 或者说是一位网红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制造业面临互联网经济的猛烈冲击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自觉地把自己归类为传统团营 而只有董明珠呼啸而起 以直率的言论和犀利的风格 成为了制造业荣誉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出生于1954年的董明珠 属马 他的个性中却忽有马的特征 天马行空 老鸡福利 马不停蹄 他对公司利益的无底线捍卫 真的很像一批呵护小居的母马 有人因此喜欢他 有人因此畏惧乃至讨厌他 但是anyway 他就是这样的董明珠 我会问他 他对自己满意吗 他是一个激进的人 还是保守的人 以及他怎么看待未来 老师 姐姐好 老师 在画脸 哎呦我天 财富中文版发布了 201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25位商界女性排行榜 格力变弃的董事长董明珠 荣登榜首 格力没有推在你 我讲实话 你连续破损 你看到上次公司 哪个机器 要给你们分红的 我五年都给你送往里面 怎么样 连连给你们分到180亿 你却看完哪个机器 给你这么做 到今天进来 就是没意思 蔡典子拉会 没人能补的 我要让我格力的八大员工 每一个人都有 两房一清的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 穿过铁 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派夺得 其20领导人集体合影中 战事不会呈现了一个 璀璨夺目的开心 英国女王公布新政府施政 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黄帆节落下尾 美国进攻危机 能中有最大的下距 这公司360的战争 这两天就达到了高 第三届 这些互联网大会在乌镇落下 我们是中国之大 中国创造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创造 王总讲的欧洲 欧洲本身是个伟 先定可能达到的小样 要说我先正在一例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到6.51欧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今年下半年估计这个社会吵得很厉害 五年前那个赌 你现在回想一下 再回过头去看 你觉得有意义吗 当时是这样一个背景 当时我跟他在后台 雷金就说 昨天他们叫我跟你赌 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人跟我讲 他说我看完你的资料以后 觉得你就赌得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但是叫我跟你赌 我们还在上台去做一下 去秀一下 他说我只赌一块钱 我说那你就别再讲赌的事 对吧 我是跟他在台下是这样 台下就讨论过了 台上一个他竟然还拿出来 亮相说赌一块钱 那我觉得我们要赌 赌一个较量 十个亿拿出来 对吧 实际上我们俩根本不是在一个平台 再讲不好听的话 俩人都不在一个地球吧 但是实际上是在一个语境里 我认为 对 我都不会引起那么大关注 大家很希望说他能够起来 那个时候确实是互联网经济崛起 其实输赢并不重要 对对对没错 是希望通过这样让我们更多的清晰 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我还是觉得责任太重要了 这五年打这么一个赌在当年 也估计也没过脑 估计雷军老师也没过脑 我是绝对过了脑的 就是你的数据假如超过我 但是我想这个数据 不 一个不重要 第二个我希望这个数据更透明一点 好吧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在想 当年打赌啊 不应该打营业额 应该打纳税额 纳税就简单 另一个可能也还能够有腾夺空间 纳税也没腾夺空间 对对对 你看我这五年 我五年纳税给国家就超过了800亿 这后面这一七年 国家还给我减免税收了几十亿 那否则我的税税还高啊 我觉得真的是 我想雷军跟我赌 我说希望我们把数字全部讲清实 哈哈哈哈 销售额也可以 可以 对 但回头来看这件 其实其实你看现在雷军签了很多说法 五年前是什么专注几只狗杯快 是吧 现在也回到科斯莫模型 他也讲创新 回到创新 回到餐厅 这一点证明我都赢了 对对对对 就我在网上看到的话 你说我从来没有错过 真的做错了怎么办 能做错吗 那怎么可能不错呢 不是真的做错就不可能错 第一 如果我做这个决策 首先我做到风险防控 你不能因为有防风险 你可能 因为未知的东西也很多 那我们就不干了 那是不行的 必须干 只是干了以后 对你心理底线 底线是有的 对对对 就会把他堵下去 我最多到五十个亿 对这五十亿没有就没有了 我预备到五十个亿投进去 我企业一样不影响我的健康发展 那有什么不能去堵呢 谁也不敢保证那些事是对的 对这我同意 如果做不成功 那企业就垮掉了 那真的是错误决策了 如果这个决策做出影响我们手机 大家都说呢 我觉得我现在做得很开心啊 很好啊 因为我自己生产我规模不大 小规模企业也能销售掉就行了嘛 他把它自己养活就可以了 就你在培育中可能性 对我一定要是给平台给年轻 我们中国的优秀人才太多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瞧不起中国人 一讲都是外面来的人好像比我们厉害 中国人这么多到国外去 你看在美国的去的 你到那些那个叫什么 硅谷去看多少中国人在那 我后来就误出个道理 我们要给平台就行了 那有个海贵讲说 以前是祖国需要我 今天是我需要祖国 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在空调领域 中国公司已经完全不逊色国外了 格力不逊色了 格力已经不逊色了 不是不逊色 而且领先了 领先了一件事 因为我们的技术都是自己独有独创的 你做这个行业做了好多年了 进格力 从90年开始到现在 差不多快30年了 有没有甘业点感觉 没有 因为我觉得你永远都感觉到自己不满 永远对着自己做的东西都觉得有缺陷 因为你认识个性就是现在的个性吗 我当业务员是在单位里面 哪个都喊我董姐 哪个都是我董姐最好讲话 我能回去当部长 大家也认为我因为我好讲话 是因为你好讲话 怎么很多人说你不好讲话呢 我不好讲话只是在工作这个层面 当业务员的时候我在业务做的最好 但我回来跟同事没有矛盾 所以大家觉得我很好说话 回来当部长跟当业务员本质的区别 人家是管务跟人家沟通 回来当部长是管人 建制度 这就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会得罪人吗 必须得罪 不得罪人不会当个好部长 这是肯定的 他必须是争纷相对 但这争纷相对不是对你的同事 也不是对你的职业 是对不良行为的争纷相对 没有人能够说 你这个人是很好的人 你能把事业做好 不可能 我看你们说企业文化是忠诚两个字 是吧 就我们要求员工都要忠诚这个企业 你都不爱这个企业了 你凭什么还在这 让那么多不爱企业的人都在这 这个企业会是什么样子 你都不敢想象 昨天碰到过很难过的关吗 有啊 但是我觉得也比较难关吧 就是逗外 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我看你们说有个规矩是说 外面跳槽来的人是基本不用是吧 不是基本不用 家电行业所有跳槽来的人 我一概不一样 那你等于你隔离现在的干部 全部都是自己兵 全部是自己的 而且我现在80后 连90后都开始有了 我基本上大胆启用他们这些人 对你们很年轻 对去年我去隔离 不是你们那么多人在那吗 我问你们那个部长说 平均年龄26岁27岁 你知道我去年 为什么也很深呢 我去年去了大众 去德国大众 大众一线工人的平均年龄36岁 所以我在演讲到 正面讲了这一点 我说年轻十岁 中国制造业一线的年轻 是不得了的事情 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说 更愿意去送送外卖 或者打打电邮 或者去当白领里面去 卧居在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面 去当一个小的职员 他也不愿意到生产线上 去当一个产业工人 这是一个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在隔离 在中国一些优秀的制造业工厂里面 还是看到了这些年轻人 你知道对一个大国来讲的话 制造业既是国立的基本盘 又是就业的基本盘 所以一线的产业工人 特别是蓝领工人的年轻 代表的制造业的年轻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中国制造业 在未来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也会比他年轻十岁 所以我们现在也会在码头上 结果想要可以说 可能也会比较美丽 也会比较美丽 来看 其实也是不可做的 我们的练习 我们的详细 和需要去做详细 一点点 我们的详细 有些动物 我们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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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低 几乎是听不到的 所以它也是我们一个 无风无声的空调 我这一次去格里 他们带我第一看的是 模具工厂 然后我在模具工厂里面 其实我的心情 是特别的激动 今天中国的 冰箱公司 空调公司 不单能够做自己的压缩机 连这些制造压缩机的模具 也能做了 所以我们知道 制造业就跟造大楼一样的 它不在于盖的你楼有多高 而在于你的地基打得有多深 我记得 是决定了 它的树最多能不能够长成 参天大树 我去年去你格里 看了你们很多工厂 他们带我去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模具厂 基本上在这个阶段 你基本上是付出 十年之内它没有什么 看不到什么 它的思路回报 但是十年以后 它一定有回报 我们的回报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中国 你真正走向世界 你要想强 没有这些东西 你根本强不良 第二个我认为 我们智能的实在是 我们能够支撑 这些智能装备的实力 才是真正的智能转型 你们那些人都挺爱格力的 看得出来 我们格力从不断地来推动 到了今天 我给他们一个 我叫利他思维 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 是对别人有利的 如果在格力里面 九万人 每一个人都说 我们做事都对别人有利的 你想这个企业的力量多大 那是绝对的是一个 最团结的力量 我就问你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比如说你某一天 你不再当格力的董事长了 你离开这个企业了 3年5年后 你在格力所形成的 这个制度和文化 能传下去吗 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太好回答你 说实在话 中国有一句古话讲 出生决定命运 董明珠是一个做销售出生的 他最早去的时候 三二多岁 然后在格力的南京丰公司 做销售 做到了销罐 然后慢慢的管理了 格力的销售公司 管理的格力公司 当了总裁 当董事长 他有个销售员性格 销售员性格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只对结果负责任 就是你怎么卖 这个空调不要紧 你把空调卖出去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靠卖出去 你才能够得到奖金 所以当他开始管理格力以后 格力的在市场上的这种直觉 这种主动权的把握 和对结果负责的这种能力 已经像血液一样渗透到了 格力人和格力企业的每一个细胞里 刚才我讲了一把手很重要 他的信念 他的执着 他的这种价值观 是非常重要 联正忠诚 对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人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财富也很多了 我可以不干工作了 去享受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不是享受 价值在这个过程上 就是你体现出来的你的这个改变 改变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2001年当总经理的时候 那个时代你知道 已经是非常浮躁的时代 WTO 对 所以他们当时就问我说 你上任了三把火 怎么烧 这是一般常人认为 我说我没有火烧 我只干一件事 培养接班人 这个阶梯是很重要 一个企业要百年企业 千年企业 像永胜不衰的企业发展 要多少代人 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 一个制度建设 第二个 我要培养一批敢讲真话的人 我不希望那些人都说好听 吹牛拍马的人 这个难不难 我深深体会到 这个跟你个性也一样 难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顾忌 对 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是上级领导 对 我得罪他了怎么办 真的难 确实难 我知道为什么有人讨厌你 有人喜欢你 就大部分人呢 包括我在内 都是坚持说不讲假话 对 对吧 但我就不会得罪人嘛 但是你说坚持讲真话 那是很难的 就讲真话你会得罪人嘛 对吧 那你历史上我看你得罪过很多人 得罪的这些人我觉得不得罪他 我隔离没有今天 可以这样说 不会吧 当然 有一伯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 你不得罪他 小工人你得罪他干什么 我们有个经常讲我 2001年时候我把那个湖北公司的一场较量 对对对对我知道 非你得罪人啊 你看得罪这个湖北人 得罪国美 我把他拿掉 大得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得罪他们 我的销售额怎么会变成1500亿啊 像做这种判断 比如说你砍一个湖北经销商 那还好一点 就是说我再扶持一个心理就起来 但我在看案例中 其实当年跟国美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奉献很大的 我觉得不大 为什么你心里也很透彻的在想一件事 你大众利益去做的决定 那你也不能那么讲 他当年是个趋势啊 他在电商起来之前 对啊 大规模机台机构 他那种电商起来 包括苏林 他们当时他们的梦想 就是把所有的那些专卖店 把那所有的小经养灭掉 只撑他家 那后来也做到了 那现在我也做到了 所以我说你当年 你是个奇葩吗 不奇葩 我说我把国美的这一部分 我不做了 我损失了 但是我那99的经销商的利益保护了 我觉得我就是成功了 那年跟国美分手 我那年增长了31亿 一年 那年首次突破100亿 那一年做了138亿 所以我觉得很自豪 那你得罪方红波是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叫得罪方红波呢 是他得罪了我 他们大量的无休止的这样的恶意的 到我前来挖人 你不反抗吗 你偷我的专利 我能不打官司吗 他挺喜欢你的 他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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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还是一句话 坚持原则 你比如说我的专利 你想要 你可以来跟我商量 你说 你们隔离这个技术不错 能不能给我们共享 那怎么可能呢 当然可能 我现在有好多专利 我都卖给别人 我们同行有的来买我的专利 我一样给他们 对吧 但你这个偷字两个字 就不好听了嘛 对不对 但我相信 这不一定是方红波的本意 但是说老实话 我真的给他体验 他的企业文化 真的要好好改造 我一直认为企业家 是一种特殊的人类 因为我们都有左脑和右脑 然后呢 都有感性和理性的部分 有的人感性强一点 有的人理性强一点 但是你真正做一个企业家 特别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的话 他要求你什么呢 要求你感性和理性 都非常的强大 所以我认为说 一个好的企业家 就等于一个赌徒 加上一个精算师 他有一种赌博性格 他同时呢 他很会算账 那你在懂民族身上 你明显看得到 他天生可能就这样的性格 第一 他敢于去冒险 敢于去赌博 更关键 他敢于去得罪人 敢于去得罪所有的人 在这一部分 第二呢 他又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女生脑袋里那个算盘 本来就比男生 要更大一点 更细密一点 所以他又是个 很会算账的一个人 而且他又把全部的心力 铺在一个企业身上 心无旁骛 对 所以像他这样的女生 蛮傻的 人生就是一种选择 别人选择时间主宰一切 而我选择主宰一切时间 Vovo S90荣誉版 三座总裁级豪华作家 豪华之上 我做过好多决定 都是别人不敢去做的事 95年 那时候我刚刚当经营部长 社会那一摊不贵我管 这是海岚一个投诉来了 所以你的空调起火了 赔钱 而且对方的威胁过来了 说我们马上要对全国媒体曝光 这企业最怕的一曝光企业就死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当时的案件就处理完了 所以到了96年了 我记得应该在5月份的时候 突然的海岚又来了 说起火了 又起火了 又起火了 我当时想起5年 他们不处理过海岚的事吗 我当时想不对 但我查一下海岚去年的单位 是哪个单位 是同一个吗 同一个单位 对方提到100万 然后我们那些高管开会 这100万说给掉算了 要不然这个媒体曝光我们又完了 就考虑自己名声 这个事就是我说不行啊 我说你莫名其妙要调查清楚啊 但是我一调查案子一看两个 都是一个单位 我认为就有问题了 这个概率不可能 你周密力也太高了吧 实际上我们认为第一单都是恶的 因为当年赔了38万嘛 所以第二单张嘴就要100 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 尝到甜头了 就像我们现在碰瓷是一样的嘛 反正你碰碰碰我车子 只要我帮你上一趟 就你车子要赔我钱 对 他尝到甜头了嘛 所以当时我说不行 我说到现场去给我查去 到现场一查 那个电源线还离我有30米的 空调的地方 结果算了 这个事情不了了 这也不来赔了 包括我们原来一个老业 我也说 东姐你回来了好 你给我们提成提高点 我每年我们每个业务 交5万块钱给你 这种事都有 那我不听到这个消息 听到说更要求他严格了 对吧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在公司的队伍建设过程 我做了很多很 就是很普通的工作 实际上你想一个企业做好 你多神秘 没有神秘 神秘 就是严格要求 那好难的 我自己做企业 我也觉得好难的 我们的董事长原来最好说话 他到了某一个地方 边一个来 说我们这里困难 我们这里都是工程家 那就给你两个点嘛 他就打电话给你 说这里很困难 你为什么不给两个点嘛 都给两个点 有什么关系嘛 你比较上海 上海是我们自己办的公司 原来 年年亏 年年亏几千万 理由就是上海这个市场难做 上海是 我们董事长到上海去 就说 这里是我们自己公司 多给几个点 有什么关系 但你在商场里面 不管你是哪个背景 你都是标准 是一个标准嘛 你给上海多几年 是我们格林 那你就要他冲到全中国去了 你不把别人进行上打死了吗 就会冲货 那我就不踩他 我们董事长讲完我不听 所以我们董事长后来也气 也生我气 骂我 说你这个人根本就不听 有言不敬 我不是不听 我也很想听 但是你这个做完以后 你说上海这公司 我们评价 都给他2%的 跟别人不一样的政策 上海就要冲到江苏 冲到浙江 太方便 冲货 那把当地经销全冲垮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你要下定决 你在做什么 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选择的时候 是如果想绝对服从 那肯定是 这个企业完蛋 春兰倒在哪里 华宝倒在哪里 它不是倒在技术上 对 春兰最早是倒在产权制度方面的 对 华宝是倒在多元化方面的 对 所以每个企业倒掉各有各的原因 我觉得格力能够走到今天 其实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是它坚持专业化 它就坚持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空调 这个是格力最强的一部分 然后它不但要做空调 它甚至要做空调的模具 甚至要做一撞楼的制冷制热的解决方案 所以它是垂直打穿的一个行业 对 然后它不仅要做中国家庭的空调 它甚至要给中国的航空母舰做空调 从家庭的空调到航母要用的空调 那基本上是两个技术含量 然后你要做一台空调和你要做一个空调的模具 又是另外一个能力 所以它是围绕的一个核心格力 是聚焦在一个领域里面 科技改变生活 让国人爱上中国照 才能让世界爱上中国照 让世界爱上中国照 你这两年还有对其实你还有挺大的变化 就你现在实际上跟我演成网红了嘛 我今天的杭州来这里 杭州机场大屏就看见你 你把那个成龙大哥的广告推掉了 自己在那里 你当时撤掉这些明星广告自己上去 是你的想法 还是不是公关部 不是那个广告公司 我从来不要广告部 也不要公关部 当然是我的想法 我连自己这点定力都没有 我还掌管什么企业 当时是你定的吗 那不是我定谁敢定我 当时为什么这样做 你知道吗 为了剩广告费 不是 很多媒体的那些明星 代言的广告 削了一下 产品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的报道 很多消费者变成了受害者 这个太可怕了 可能一个厂家产品质量根本不行 然后编词编得很好 广告做得很漂亮 然后明星你带个代言 像你小伯一代言说 小伯讲话肯定是真的 他就相信了 买回去东西 结果呢 这个广告本身太理解了 这个上当受骗刺激了我 关键是消费者找谁去呢 我说我去承诺消费者 我负责 一到哪里都能找到我 对对对 我是这个企业的法人 对 所以是这个让我做广告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是附加原因 恰恰正好弄巧成拙 原来要花几千万 这几千万省了 对吧 你觉得做企业家这种身份 对女生来讲还是少 你觉得在这种男性世界中 女性企业家大部分是管财务 她不是老大 她不是大董事 她不是老大 管财务偏多 你觉得有优势吗 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 我觉得劣势没有性别差异 其实不是女性就有优势 或者说男性就有优势 也不是男性的世界女性不行 实际上还是关键自己决定 对 你选择了这个 你就按照这个岗位的标准来要求 不是用性别要求来要求你 你现在每天那么努力的工作 快乐还是有啊 快乐啊 我每次打赢了仗多快乐 怎么会不快乐呢 你看他们报告不断地传来 不过我看你这男人还是开心的 说加拿大拿了多少单 什么概念 新技术给你带来的那种改变 你是一种享受嘛 对 就是你很自豪 对 其实在你身上真的看得出 长的看就从90年看起 就可以看一个人将近30年 不断地自我进化 跌代 在我行业来看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行业怎么样有一个 很落后的 很后劲的行业 到今天能够不断发展 那其实你还可以看到 现在互联网 你跟互联网很多交集啊 冲突啊 这个行业的老大很重要 你看我们其他的行业 你先看它的利润 看看它的技术 然后再看我们空调行业的变化 就可以看到企业老大的重要性 老大是什么样 这个行业就会怎么样 一个企业的老大很重要 一个行业的老大 老大也很重要 所以空调行业是唯一的 在中国家电行业 你仔细看 对吧 可以讲 我觉得隔离真的影响了 整个很多企业的决策 就让他们开始意识到 如果我出现打价格战 那你全死掉了 都往下拉 对吧 但是没有意义 你把别人打死 自己也伤得要命 对吧 那你怎么去给消费者服务呢 所以我想技术是无止境 所以你今天是老大 你要想永远是老大 而且别人还不断在里挖人 挖你头里的技术 你只有怎么 不断地自己挑战自己 不断地进步 你不断地进步 那你永远别人 还是跟在你后面 即使他质量提高 他还是跟在你后面 未来五年空调行业 会有大的变化吗 你觉得 怎么变 肯定都是老大 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对 这点是不会变的 我讲老实话 就是我不做了 格力的老大位置也不会变 因为格力达结了 从制度 从资本 从人才 我这几年 我这五年时间 花大力气去干这几件事 就像那样 我们省长到我那去说 你们有银行贷款吗 我说没有 你们今年做多少 我告诉他 他是不是觉得 我做董事长 肯定这一席 肯定没关心 不行 我这样 我叫我的财务来回答你 把我们财务喊过来回答他 当他们也打的话 总不会作假 后来他就问我们财务 我们财务说 我没有银行贷款 他那你们没银行贷款 那你们怎么了 我账上还有一千亿 这就是实力 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知识盲点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你做制造业 可能五六年前 比如说我对 其实我对互联网电商不是很熟 比如说我对人工智能不是很熟 比如说我对资本质上不是很熟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来完成这个学习的 我挺好奇的 我可能我智商还行吧 因为我没管过生产 我也没管过技术 但是我可以在技术里给他们指一个方向 我可以在技术里看到它的不足 就是一点 消费者的权益在哪里 就这个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 比如包括我们企业的管理 对吧 那都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没有学别人的 我就根据我的现实 我觉得我的管理应该达到什么样一个模式 是最好的模式 那就是我去做的 对 我以前有个 在江有个老企业家 去年刚去世的冯耕生 他那时候很年轻 我去采访 他有很多争议嘛 我说你怎么面对争议 他说就这样 你原来小鸟飞得低的时候 你要弹弓打你 你飞高一点 飞出弹弓 后来鸟枪打你 你飞出鸟枪 后来步枪打你 飞出步枪 我飞出步枪以后 他不能用大炮来打我吧 我就一个小鸟呀 他这话讲得也挺有意思的 有道理吧 就不能往那飞嘛 我飞出你的射程就完了吧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有一个平常心 就是你不要检讨别人说的什么 你只能检讨你自己做什么 因为诽谤的人肯定存在 你得罪的利益集团 他肯定是和你博弈 我给了你很多好的 人企业你要讨好所有的人 这人也不要做 对对对 企业不可能 对对对 更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坦荡最重要 但大家会尊重你 像你的性格啊 大家会尊重你 那大部分人会喜欢你 因为他觉得 觉得你很干净嘛 这个其实很重要 其实觉得 这么多年做企业 你有觉得什么遗憾的事吗 遗憾啊 说个两件 你说遗憾的话 就是可能从情感上来说 比如家庭的照顾欠缺了 父母的陪伴时间过少啊 但是人有时候总 后来我就说 全世界人 你不能要 所有人都不陪伴父母 但是一定有一小部分 不陪伴父母 才让那么多人 能陪伴父母 真的 是这样的 我做企业喜欢 董明珠你怎么看 都像一只老虎 对 然后呢 他非常凶猛地 去呵护自己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就叫做格力 对 然后我想 这种 是不停的 可能会这样做的 就是 seis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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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